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派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太阳和月亮都是天体之物 如果没有它们 世界就会变得漆黑一片 可太阳和月亮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太阳和月亮被巨兽拖着出现的电影 在远古的时期 一位强壮的勇士向太阳带到了这个星球 因此地球有了季节的变化 而月亮则是有了第一位的守护者 从梦境里带出来的 从此世界有了白昼 五黑夜 太阳和月亮都有着一头巨兽拉着前行的 很快下一任太阳和月亮的守护者就要继任了 他们分别是太阳守护者的索红 和月亮守护者的李庸 但是月亮守护者的神兽 似乎并不喜欢李庸 还找了一名爱闯祸的无名小卒 缪恩当守护者 李庸眼看自己的地位被抢 十分的生气 但是这一幕也被藏在暗处的恶魔给看到了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偷走太阳 据为己有 于是他挑唆利庸 承诺帮他夺回月亮 月亮上任的守护者 在介绍完如何操控巨兽和月亮的历史之后 就化作了一颗植物 什么都不懂得缪恩只能自己摸索 可他第一天上班就闯下了大祸 让巨兽偏离了自己行驶的路线 还把月亮给弄丢了 好在有小蜘蛛的帮忙 他才拉回了月亮 这一幕刚好被操控太阳的索红发现了 想要得到月亮守护之位的利庸 就开始挑唆索红 于是他就在巨兽上找缪恩的麻烦 还把月亮交给了最佳人选利庸 可他不知道的是 太阳就在此时被恶魔的手下给偷走了 看到这一切的倩儿 赶忙过来告诉索红 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倩儿是一个辣体质的女孩 她在阳光下会融化 在夜晚也会被冻成辣像 但向往冒险的她 就选择和索红一起去寻找太阳 直到自己闯祸的缪恩 也打算和他们一起 可恶魔生活在水下 向到水里的倩儿立马就变成了蜡像 但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一只大张鱼怪 危急时刻 远古月亮守护者法斯鸥出现了 不仅救了他们 还帮倩儿修复了蜡体质 让他不再害怕寒冷 原来当初太阳守护者中出现了一个叛徒 他想将太阳据为己有 就在和其他勇士争夺太阳的时候 懦弱的法斯鸥竟然躲了起来 最后他才被流放到了深海里 就在这时 缪恩发现了月亮守护者的巨兽 于是他就和索红分开行动 由他来安抚受到惊吓的巨兽 索红则继续寻找太阳 可索红却被邪恶的毒蛇包围 还唤起了他邪恶的内心 危急时刻 法斯鸥用自己全部的力量解救了索红 而他也体面的退出了这场战役 这边缪恩安抚好了巨兽之后 才发现月亮因为失去了太阳的灵力 已经死了 为了让世界恢复持续 缪恩带着倩儿来到了梦境 想要再打造一个月亮 虽然梦境中充满了邪恶 但缪恩的神识也得到了发挥 因此他重新打造了月亮 带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下利用才明白 为什么神兽会选择缪恩了 于是缪恩找到了 还在寻找太阳的索红 他们一起找到了恶魔 并和他大战了起来 倩儿也趁机找到了太阳 可这时的太阳已经快要熄灭了 倩儿顾不得自己被融化的体质 用尽了全力点燃了太阳 当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的时候 索红和缪恩的神力也大增 他们全力驱赶出去了 恶魔体内的恶灵 让整个山泉水都变得清澈无比 可倩儿已经被融化了 为了纪念倩儿 缪恩把他带回去重塑了起来 并把月亮的一角留给了他 当大地恢复如初的时候 被太阳照耀的倩儿复活了过来 而且再也不怕炙热的太阳 和寒冷的夜晚了 还和缪恩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闯祸的经历 但是有勇气去弥补挽回的过错 才是成长中的历练哦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